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居住在加拿大的沙特意见人士阿布杜拉兹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间法庭 将该国科技公司NSO Groups告上法庭 指控其研制的智能手机间谍软件 造成了它与被害沙特记者卡书吉的互动信息被盗 最终导致沙特政府决定杀死卡书吉 根据加拿大国际广播报道 诉讼状称他是卡书吉的朋友 在卡书吉遇害之前 两人的沟通信息包括了 要合作遏制沙特政府亲皇室的网络水军 他表示在2018年6月 他在点开一个手机链接之后 开始遭到更多来自沙特的骚扰 甚至他在沙特的家人遭到关押 之后经过网络观察机构 Citizen Lab的识别 阿布杜拉兹点开的是一个伪装的民调链接 点开链接就会令一款叫做 Pegasus的间谍软件入侵你的手机 盗取其中信息 Pegasus的开发公司是以色列的NSO Group 在2017年以5500万美元价格卖给了沙特 这款软件能够让人从世界任何角落 入侵别人的手机获得其中信息 令手机变成监视工具 它在中东和拉美国家非常盛行 包括墨西哥卡塔尔等国都用它来监控意见人士 以色列NSO Group表示 自己这款软件是让政府用来打击恐怖分子的 并声称任何滥用这款软件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该公司目前面临多项诉讼 阿布图拉兹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也一直是沙特王室的尖锐批评者 他在诉讼中要求16万美元的伤害赔偿 并要求该公司不再向沙特出售这款软件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明镜电视